近期澳大利亚边境执法人员数次针对中国富奥留学人员入境悉尼 进行无端盘查 检查手机及个人物品 并将中国高校组织军训认定为所谓的军事训练 以隐瞒所谓军事训练经历为由 取消签证并遣返 损害中国富奥留学人员的正当合法权 中国外交部和诸奥使领馆已向澳方提出验证交涉 诸奥使领馆已于第一时间向中国相关留学生提供了领事协助 澳方的有关做法与中澳人文交流互利共赢的本质背道而驰 我们敦促澳方停止这种损人不利己的做法 为中澳人文交流与教育合作营造了好份领 提供必要条件 中方将坚定维护中国富奥留学人员的正当合法权益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